大家所熟知的異位性皮膚炎 大家所熟知的異位性皮膚炎 都是發生在小孩子 那大家家長也都會非常的注意 但事實上就是有一群人 他是屬於這個成人型的異位性皮膚炎 他分布的地方 通常是在比較顯而易見的地方 比如說在臉部的地方 在這個頸部的地方 或甚至在這個手部的地方 如果你不停的騷抓 那傷口破皮 那就會把細菌帶進去 那就會產生就是感染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樣子的病人 常常他的皮膚 有時候看起來就是會爛爛的 那甚至會有流湯 甚至流濃 有三分之一的這樣子的一個患者 他就是本身會合併這個 情緒憂鬱的一些症狀 那有將近四成 他就是曾經就是因為這樣子的一個症狀 而就是中斷了這個工作或者是學業 當如果我們PN2.5 是從就是黃色等級 變到警戒型的這個紫色等級的時候呢 異位性皮膚炎增加的機會呢 可以增加到就是三倍 皮膚會反反覆覆的有一些紅腫癢 然後會有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反覆發炎 那這個部分的話就是屬於異位性皮膚炎 使用一些局部的一些抗發炎藥物的一個這個塗抹 那這個部分呢 會降低皮膚的這個發炎反應 那也會改善異位性皮膚炎的症狀 那口服的藥物呢 它會藉由這個免疫的調控 一些免疫調節藥物的這個作用 那可以讓你這個身體 這個皮膚的這個過敏的這個細胞 會比較就是穩定 那也比較不會就是產生這個過敏 一定要養成一個很好的一個皮膚的一個護理的習慣 那包括說就是乳液的塗抹 每天一定要有一次乳液的塗抹 那另外的話呢 就是如果說有這個流汗的一個狀況呢 在天氣比較炎熱的時候 那一定要就是把這個就是汗 要趕快做一個清潔 清潔劑的話呢 就是因為大部分都有添加物 所以一般是比較不建議 那所以採用這樣子比較偏酸性的肥皂呢 那對於這個就是皮膚的這個保養 也是會有很大的幫助